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Vincent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 起床后跟睡醒药刷牙 趁病要去看医生拿药 多吃蔬菜水果保持身体健康 尽可能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 并在周末不勤勉地出门运动 这些相关职质都是关于身体健康方面的 那心理呢 我们若去找朋友诉苦 说刚分手的你 无法承受孤单所带来的寂寞 你朋友或许会跟你说 去喝杯酒就好啦 你跟伴侣诉说人父母最近在你身上世界的压力 情绪难以真理 墙壁大多数的聆听者也无法提供事实的建议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心理上的保健常识 永远不及于生理上的 以至于我们低过的心理问题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在《情绪寄生》这本书中提到 许多生命中常出现的情绪困境 只要深刻体会 你也能在当中找到自己的故事 当我们对某些人的行为 举止产生特别强烈的情绪反应时 我好像是因为那个人身上有我们 讨厌 渴望或遗弃的自我 约翰常常对老婆进行过于严格的监视 他的简讯 通话记录 通讯软体上的聊天记录 每每到了晚上 约翰都会时不时拿出来检查 约翰对有一切不忍掌握的事情感到不舒服 也似乎他不希望身边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约翰与他的老婆也为了这件事吵了好几次 他的老婆认为约翰根本不尊重他的隐私 约翰用了最糟糕的口气说着 你爱我 就不会担心我去看你的东西 你不让我看 就代表你心里有鬼 试着用自己的情绪来绑架对方的自由 坚持他的行为是对的 而他的老婆为了这个家 为了一切不被打乱 尽力忍气吞声 终于 三分两次的争吵 约翰的老婆提出离婚的要挟 约翰打理老婆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而他也的确履行承诺 不再使用监视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安全感 而是使用信任 他的老婆也选择相信他 廉假期间 约翰去车前往南部老家 却被母亲将自己私人物品翻向岛櫃而深感不满 他不理解为何母亲要在不通知她的前提下 甚至使用自己的物品 我们的生活中一定常常出现 让自己无法忍受的事情 例如在公共场所内大声聊天 或者是不经过对方的同意就翻看物品 但我们总是对这类的事情放大观看时 其实我们在别人的行为中看到自己 那些你讨厌的事情 曾经也是你的某个部分 只是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改掉了 或者你极力避免自己去做的事情 约翰的母亲对于约翰的私人物品毫不掩饰地翻看 约翰怒不可遏的同时 你想到过去就是这样对待伴侣 他不顾对方隐私 直接去翻看对方的任何一切事物 利用以爱之名的暴力 做出一系列 后来自己都无法忍受的事情 我们在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在路上看到学生嚣张跋扈的样子 想起自己也曾年少轻狂 我们看见别人拥有我们在意的特质时 他的行为也会牵动我们的情绪 以爱之名的责骂管教 说起约翰的母亲 小时候约翰正直青春起始 与同才间一统穿过不少货 他的父母也曾到学校跟许多家长道过歉 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责骂约翰 约翰不懂 为什么父母亲走出他爱他胜过全世界 却又在某些时候让他这么难堪 约翰躲在老师背后直到父母追不上孩子了 撑着那块挺不直的腰 我突然觉得 他们也不过是步履男生的孩子罢了 为什么许多人成长过程中不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假借以爱之名的责骂管教 却又希望孩子能懂自己的付出呢 我想答案是 这些家长只懂得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孩子 他们也曾被用这种方式照顾长大 今天告诉他们 这种方法可以最有效防堵生命走向骗物 他们爱孩子 却没有能力理解孩子渴望的爱 我们记忆中都有这样的过往 学生实行男生总爱心动喜欢的女生 而女学生都会对喜欢男生特别凶 这种行为透露出我们内心的一点小秘密 我们不想被自己在意的人看穿内心 于是我们在外在表现出与内心相反的模样 好隐藏这心中的小秘密 长大后我们不再玩这种小游戏了 我都是直接告白后马上被拒绝 父母也同样会对子女做出这样的举动 许多父母会用过于严格的管家来包装他们的爱 用冷漠来隐藏自己对孩子的在乎 虽然这些都不是爱的正确表达方式 但这些行为即使不完美 都是来自于爱 但爱变得你有虚实 才算是一种爱吗 你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爱吗 对所爱之人的喜怒哀乐过于感同身受 所产生焦虑感 因而想要为对方做些什么 爱过头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凯蒂与她的男友已经叫汪两年 最近她的男朋友因为被公司辞退而欲语寡欢 面试之余就在家里喝闷酒 凯蒂想要帮她的男友一些忙 于是都要她身边所有资源来帮助她的男朋友找工作 而这个举动让她的男友觉得挂不住面子 也因此吵过几次 而凯蒂却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够 她尽一切可怜的陪伴在她的男朋友身边 而这个行为让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以上这种行为容易发生在家人与伴侣之间 因为太在乎对方 以至于我们能感受到她的所有喜怒哀乐 在对方悲伤时 我们想尽办法让对方站起来 于是我们用力过猛 忽略了一个人的情绪 只有自己能负责 而当对方发出警告时 不适向着自己 还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 于是油眉一催 关系就进入了冰河时期 幸运的还能互相体谅 倒霉就是一生一世 多少事件令人称心的情侣们 就是因为在看似义无反顾的爱 而将对方写进那不敢再翻开的日记本呢 半年过去了 凯蒂渐渐习惯没有男朋友的日子 当初谈分手时 凯蒂表面上没有透露出太多伤心 但她心里其实有好多好多话想跟对方说 但我们被自己不认输的情绪绑架 我们不肯低下头来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感受 于是那些曾说过要白头卸咬的人 终究在恍惚间错过了彼此 而现在回想 曾以为过不去的 现在都已经回不去了 当某件事情存在着我们心里未被满足的需求 它就会时刻阻碍我们的身心 这种需求 可以简单称之为遗憾 当时真该这么做 而我却眼睁睁看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前一点的遗憾可能是后悔自己没能看到亲人的最后一面 沉一层遗憾或许是一系列的 我身旁有些朋友在短时间内 个性出现大幅度的转变 其中有些人经历过感性的创伤 他们对于自己当时真该这么做 却没有这么做而深感的懊悔 拥有强烈的欲望回到过去改写这一切 但发现这一切不可能时 他们只能选择改变现在的自己 可能从此剪了短髮 不再喜欢自己身为女性的身份 也可能紧闭心门不再让人过问太多 当我们掉入这遗憾的深渊 把遗憾看得更清楚 才能明摆好哪些成长空间 才知道未来的自己 如何不再让这种憾事发生 这或许才是遗憾进入我们生命时 想带给我们的价值 而不是执着于过去 有时候我们将情绪附组在自己心上 有时候将情绪放到别人身上 其实每个情绪 每个行为背后 都有独特意义 理解自己专手的故事 我有透过自我觉察与外界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才能在明知情绪存在的状态下 还能做出贴近自己内心的选择 我是Vincent 希望我的影片带给你都是好情绪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及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有按赞及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我也没赶快更新影片哦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